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今天想讲讲羹与汤的分别 羹字是什么?羹字是高阳的高词 下面是美词,即羊是很漂亮的 中華民族的起源在旺學樓會的西北 陝西二世 那個年代人們有沒有民族 牛馬羊是很重要的 如果他們制神用的也都是牛馬羊 所以對中華民族來說 這三種在歷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地位 對天來說是很尊敬的東西 羊來說是主要的食物 所以古代羊是最好的 所以說羊是美味的羊 我們回到孟子、楚子都有用這個字 這是很古的字 什麼叫羊呢 羊就是用水把肉或其他材料煮到它爛了 然後加一些味道 這個古代叫羊 可以是肉類可以是蔬菜 一直來都是有羊 古代北方開始就已經有羊 幾千年來都說食羊 湯是什麼東西 湯就是熱水的意思 苦湯度火是熱水 羊湯止肺也是說熱水 湯不是我們現在喝的湯 是熱水的意思 一路來講湯和羊是有一個分別 北方人是不喝湯的 歷史上是今時今日 歷史上是說食羊 湯不是說沒有 差不多去到唐朝才可以有人講到湯 有一點講一兩個湯 怎麼做的理如湯 但是真真正正正講到湯要去到元朝的佛思維 佛思維是元朝的太醫 因為看到那些元朝皇帝吃肉食非常之多 身體也不好也多餅 所以他寫了一本書叫做飲食正要 裡面是很多很多的湯的食譜 熱水配的藥材 而煮出來的叫做湯藥 他的目的是醫治 而不是為飲食 那時候湯最多記載就是元朝開始 可能廣東人我們今時今日喝湯 有可能是繼承那時候的習慣 是用湯來醫治病 或者湯來解決我生活上的問題 湯幫羹是有個分別的 羹我們知道 譬如我們日常講話 我們吃本西湖牛肉羹 蓮子百合羹 我們是吃羹的 即是說我連渣連水全部吃光 我不會為你喝羹 但是我們不會吃湯 一定是喝湯的 喝就是水劑 喝了之後渣可食可不食 但主要是喝的 所以這是羹和湯 第一是它有不同的歷史背景 不同的地域 不同的起源 不同的生活習慣 當然我們今時今日就無所謂 北方有人喝湯 我們南方一樣吃羹 但實際如果我們要研究它的起源 是兩樣不同的東西 歷史上是分得很清楚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 作為研究飲食的人 都應該是一個很有趣的知識 就是說我們會認識 這類的家庭 還有一些很具體的 也許有訓練